最近中国女排在宁波北伦集训,备战今年年底的两场大赛。 另外一方面,朱婷因为伤病的问题已经抵达国外进行养伤。 然而让很多球迷意想不到的是,在朱婷告别中国女排之后,最近外界却是各种谣言时,对朱婷以及中国女排很多球员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和干扰。 首先在最近,有人制造中国女排内讧的问题。 有网友在社媒上传一张截图,图片显示疑似王云露在网上回复球迷,透露朱婷并未到宁波北伦看望队友。 这张造谣的图片在网络上传播得非常厉害,一时之间,很多球迷都觉得朱婷欺骗了大家,另外一方面也批停王云露的情商很低。 结果后续随着事情不断发酵之后,王云露终于忍无可忍发生辟谣,也还给了朱婷一个公道和清白。 除此之外,日前还有球迷在刘彦涵设媒评论留言,造谣刘彦涵曾对外界宣称自己和朱婷不熟。 很明显,这些黑粉的目的非常明确,就是希望造成这两个球员的关系恶化,进而分化中国女排的内部团结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旦这些球员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,后续的比赛成绩很有可能也会因此受到波及。 还好刘彦涵看到这些非常过分言论之后,直接选择回队进行辟谣。 如此一来,朱婷此前缺席中国女排集训而受到外界批评的所有传言真相大白。 从这些球员和队友的辟谣中可以知道,朱婷没有撒谎也没有伤害中国女排,希望各位球迷能够了解真相。 从目前来看,外界有些人之所以攻击朱婷,主要是因为她在中国女排的影响力非常大,而且过往的成绩非常优秀,彻底证明了自己。 所以,女排的黑粉自然怀恨在心,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,想方设法对朱婷这些中国女排的功勋进行造谣,甚至是攻击。 这次朱婷缺席中国女排的集训,本身已经在外界引起争议。 这些黑粉借此机会,趁机升级风波和矛盾,想要对朱婷的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。 还好公道自在人心,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。 最后,希望大家坚信,朱婷绝对是热爱国家队,愿意为中国女排做贡献的优秀球员。 如今她所做的所有事情,都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归。